大家好,我是凱隽 欢迎收看特战矫正班 今天这集是新片 不过因内容长度应该只有一集 今天要带来的是 微粒片 最近的矫正班可能都是我自己来做讲解 原部分档案顺悔严重,请各位见谅 但我都会依照投稿者的立场来模拟问题 所以大家看完还是可以有所收获的 之前有一部是类似这样的 就是第三集小雨那集 先跟各位说声抱歉啦 还有投稿者的片段声音出了问题 我会尽量用别的声音去盖掉影片声音的 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片段是这段 我们边看边讲吧 我认为这里的问题点是 第一,他腌歪了 第二,其实已经不用腌了 他腌的时机点抓得很不好 我认为这是很多玩腌脚的人会有的痛病 就是明明已经错过腌的时机了 还是要硬腌一个 又或者这时候明明下口的腌就已经没有用了 可是他只会下入口的烟 他没有办法随时看着场上的情况 去改变自己下烟的位置 不过也不能这样说啦 很多人很喜欢下一些奇怪的烟 例如很多自己研究的单箱烟之类的 总之就是这个片段最大的问题就这两点 对枪输赢根本不重要 你枪就算很硬也是会有对输的时候嘛 那你动作做得好 不管什么时候对团队都会很有帮助的 第二个片段是这段 我认为这段前面没什么问题 可能有人会觉得烟脚为什么可以去对呛 下烟不好吗 但我认为那场是ECO局 刚好对面也丢了电枪 这拍昨天去打一个措手不及 我觉得还不错 重点应该是在打完人之后的那颗烟 这时候不应该下烟在这个车库口 第一有队友要帮忙补出去了 第二就算没有队友 你下这个烟也会在第二拍的时候阻挡到自己 当下已经错过第一拍要下烟挡住C弄口的时间了 那烟就可以留着 可能对面下包之后可以挡住C弄之类的 就是可以留着啦 不需要急着把烟都赶快丢完 而且大家注意看的话可以发现 那颗烟有点害到自己的队友蕾娜 蕾娜对枪对到一半 脸上突然被队友咽了一颗 直接挡住视线 在错的时间点放错的烟雾 真的是很糟糕呢 第三个片段是这段 其实这边我认为重点在他的经济 队友已经起了暴徒幻象 明明Willie也很有钱可以起 结果他选择买了捍卫者 他这样下一把是没有办法起大枪的 意思就是他也没有在ECO 他起捍卫者只是纯粹因为他喜欢这把枪 这段我原本在教他的时候跟他说 你这样这边经济会不好 没有做好ECO什么之类的 结果他回答我 他觉得捍卫者很好用 这也确实我看了他投稿的片段 几乎都是用捍卫者 一直到了下半场 他好像才拿了一两把暴徒 这边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 虽然有人会觉得 捍卫者单发单发点 不容易像暴徒 换像那样压枪或炮枪 还是说觉得捍卫者单发很痛 只要敌人没有甲 都是两发身体就可以死 虽然这些都是捍卫者的优点没错 但我要在这边 跟各位宣导一个概念 贵一定是有贵的好 但重点要是同性质的枪 例如间谍算要4700 但他不一定比暴徒幻象强 因为两种枪本身性质就不太一样 同样是步枪 为什么捍卫者只要2250 但是暴徒幻象却要2900呢? 我认为暴徒幻象虽然很容易压枪炮枪 但是在近距离的作战上面 暴徒幻象这类的连发枪肯定比单点枪来的枪 你可以乱破 但是捍卫者你只能一直狂点 这其实差距就会出来了 很少会看到高端的捍卫者比暴徒幻象强的 也许看到他们拿捍卫者好像一直one tap one tap 但你们要知道 在那种场你捍卫者只要没有one tap 基本你就是死路一条 很少会有第二发第三发的机会 所以你们看到他们的捍卫者的击杀才会觉得很帅 都一发一发的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本钱可以炮枪 炮枪必死 总之请各位把暴徒幻象练好 不要执着于捍卫者了 也许也有很多捍卫者大神啦 希望路过可以留个言 来跟我分享分享捍卫者的使用心得 因为我本身是不太会使用的 第四个片段是这段 这应该可以算是两段啦 但你不仔细看会以为是重播 都死在同一个位置 哪有欧盟这样一直往前推的 威利都下完一颗窗户烟 就直接推出去送头 讲道理他应该是要跟蕾娜换位置 让蕾娜出去打比较危险的位置 他帮忙架着窗户就好了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大概就是你们平常 会推出去送头的队友会友的样子 不是要嘴威利 只是想说大家常常都搞不清楚状况 自己明明是烟角 但却常常做一些很冒险的操作 这边教各位 要如何去理性的劝他们 不要再前推了 只教一次哦 大家要认真听 Hey bro Don't push ok 这样大家学会了吗 没有啦 开开玩笑 其实大家只要用打字的 好好的去跟他们沟通 假设是欧盟在推 你们就可以说 Hey欧盟 Please don't push We need your smoke 类似这样的 就算文法可能不对 那个口音怪怪的 但队友应该都可以理解到你的意思 我觉得只有打don't push 这样看起来很气氛 而且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过 叫我们don't push的 自己跑出去push 死了之后更早 开始气氛队友 我是蛮常遇到的啦 总之 理性沟通 相信各位 的游戏体验跟氛围 肯定都会比较好的 也记得 功能角、辅助角 不要一直随便前推送头哦 第五个片段是这段 各位有看到这个烟雾吗 我认为他会下这个烟雾有两个可能 第一 他刚刚在那个位置被杀两次 他认为这个位置很危险 会有很多敌人 所以就把那边淹起来 第二 他根本不知道防守的一些常规烟雾要怎么下 这个问题就可以延伸到后面有一局 他是长这样的 当时A弄有敌人 所以他就很紧张的赶快把弄给淹起来 不想去跟他对枪 但问题是这样 你就算在这里不跟他对枪 你走近点的那一拍还是要打架 而且还有可能让他们从A弄前推绕到A小来夹挤 所以这段想讨论的是 烟角的烟到底要下在哪里比较合适 其实就以进攻那段来讲 我有在下烟小教室里面介绍过 以落近地进攻烟雾的下法 我也有在JM的矫正班里面讨论过 关于A弄有人要怎么亲 绝对不是把他烟起来就可以假装那里没人了 应该是要地推 慢慢往前吃 然后把A弄吃下来 很多低段位的烟角 你会发现他基本上都在乱烟 他看到哪里有人就烟哪里 完全没有在想下一步要怎么办 烟不是无敌的 烟可以走进去 也可以把子弹灌进去 所以下烟并不能够完全阻挡敌人 要我说明烟雾要怎么下 真的是很难讲清楚 毕竟每个状况都不一样 要看当下的情况 至少我知道 这段下弄这颗烟绝对是错的 如果之后有机会 我会继续整理下烟小教室跟各位分享的 今天就大概分享这个概念 不要哪里有人就烟哪里 练好常规下烟点位 第六个片段是这段 这段有两个重点 第一,破完冰墙那一拍是不用露音的 可以进走进去慢慢清点 因为时间还够 第二,打完sage之后应该就要直接反应过来 欧门没有补枪 那就是不再long也不再点内 就剩下车库跟CT了 这时候能做的也不是堵他会在哪里 然后架枪 因为这样可能会让时间越来越少 所以可以把烟雾下在包上 然后去碰包 看是要拆一半 还是假碰包 应该都可以 总之他下那个烟是完全没有用的 他应该只是单纯游戏意识不好 还有 冰墙破掉那拍 为什么可以进走呢? 不是已经露音让敌人知道我在CT了吗? 可是 因为时间还很多 如果敌人没有直架你冰墙出来的位置 他们是架着包 那你破完墙之后 他们就不确定你有没有走CT出来 你可能可以绕车库之类的 就会让敌人有悬念 可是你一直大跑 那车库的敌人就可以没有压力的架着包点 因为他知道你不会绕车库来了 我认为时间还过的情况下 是可以慢慢清点的 第七个片段是这段 这段我想跟各位讲的重点是 他烟下得太慢了 嘖 也不能说下得太慢 应该是说顺序错了 我在西安小教室里面有提到过 遗落境地的A点进攻烟雾 应该是下二楼的 再下CT口的 因为你不管从A大还是A小进点 你都会先看到二楼 那打C点也是一样的道理嘛 画面中虽然凯周在车库外面徘徊 但是他并没有想要走进去的意思 所以你就可以不用思考 要不要下车库窗口淹 可以直接果断地把车库淹起来 像画面中这样淹其实是很不好的 他选择先淹CT口再淹车库 如果你对我连车库口这边都过不去 那你的CT淹就是没有什么用的 正常应该是要这样 先淹车库口再淹CT 第八个片段是这段 这段我想讲的是 打掉这个蕾娜 其实就是转A的信号了 可是Willy却没反应过来 还想往C去找队友 他其实应该要最快走去A 用大招也可以 不过他大招一直在想要TP到哪里 结果最后选了一个超烂的地方落下来 如果这时候TP到二楼或者CT 我觉得都还好 结果他TP到一个超烂的地方 我认为到二楼是最好的 这样你就可以不用取消 先去帮队友占位置 还有他取消TP之后下了这个烟 他也没有注意到 队友其实已经封兵墙了 还把烟雾下在同一个位置 直接浪费了一个技能 最后这边摸边也怪怪的 不需要拿着螺的 可以拿着枪 要丢的时候再把螺拿起来就好了 这样被抓掉很亏啊 因为完全不需要死掉的 人数还很够 你顺摸都可以啊 我是这样想啦 以上八个问题 就是我对Willy这场游戏的复盘 影片可能有点模糊 希望各位见谅 还有声音的部分 是Willy投稿过来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我也尽力的去压掉那个杂音 如果有造成各位观影体验不佳 在这边跟各位说声 非常抱歉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喜欢我的影片欢迎订阅我 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啰 拜拜